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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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今天來參加這個記者位 我首先想來談我 結果這是我丟輸的意義 那這個意義就是我反抗 馬英九這個很不義的政權的初衷 那我首先是想要 我丟輸的這個 這個初衷是想要回應馬英九先生 他在前幾天對德國之聲的 親中的這個表態 雖然事後 他們否認 但是所有一切的事實 都顯示了 他 從2008年以來不斷 賣台親中的 這個想法 所以我想要回應的是 我丟輸是想要回應的就是他這個 親中賣台的政策 那其實我丟輸 我並不想要讓馬英九先生受傷 我想要的是 希望他 能夠透過這本書 正是台灣歷史 與結構的不義 正是這塊島嶼 這塊被出賣的台灣 他所受過的傷 還有他那塊 永遠沒辦法痊癒的歐青 那這本書其實也承載著 在那個黑暗的時代裡 所有受壓迫的人民 的怒吼 與嘆息 所以 所以我想 今天 我相信 如果今天不是我 是所有基因特異的候選人 或者是 堅定有良知的台灣人 站在他面前 也有可能丟出這本書 那 我想這本書也 只是一個開始 我希望在未來的台灣 有越來越多的人 拿資本論丟資本家 拿 女性聖經 丟所有父權主義者 拿受壓迫者的教育學 丟所有 留在學校 滯留在學校的教官們 再來我想談談 我曾經在書上看過一句話 是墨西哥總統叫做Diaz 他說過了一句話 他說 可憐的墨西哥啊 你離上帝太遠 離美國太近 那我想這句話 其實可以套用在 今日的香港與台灣 說 可憐的台灣啊 你離中國太近 你離上帝太遠 你離中國太近 那我想今天 我們看到台灣 不斷的不斷的 主體性一步一步的 被中國國民黨跟馬英九 先生不斷的出賣 那我想在這裡說的 我今天丟書的 這個舉動 只是想要堅持自己的主體 並且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可以重新去看待 所有的問題 所有理性與重新釐清看待 甚至找出一條與 魔鬼互動的方式 如此才不會變成 馬英九持總拿靈魂 互相交換的福士德的交易 那最後其實我想要提 我昨天晚上其實也沒有什麼睡 就是在看香港 他們那種接近焚層的那種狀態 那我有一個香港的朋友 那是很早以前就認識了 他在臉書上留言說 他有看到我的影片 那他叫我堅持下去 不要再相信有一國兩制 那我前幾天在雜誌上有看到 就是香港的學運領袖 周永昂先生他說 未來的香港不再有年輕人相信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或者高度自治 未來不再提民主回歸 提出的必然是命運自覺 香港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將往哪裡走 我想當初的香港人都算是被騙了 被1997年 財希爾夫人跟鄧小平 他們的中英談判 鄧小平承諾說 舞躁跑馬躁跳 那如今的香港 卻是這樣的處境 那我想 同樣也在帝國陰影籠罩下的台灣 我們相信 一百多年前提出來的民族自覺 命運自覺這個精神 他是所有在帝國陰影籠罩下 的弱小的民族 的小國最高貴的權利 那我想 我們不可以用他人的意志為意志 以不決定 變成一種被決定 我們必須 運用自己的意志 那個集體的意志 找出一條活路 那我想這條活路 就是獨立的道路 獨立才是台灣唯一的活路 謝謝大家 好 會議長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討論的問題蠻多 本來沒有那麼多 因為有戰中事件 所以還有馬英九今天又接受了 這個半導的掌問 所以這個思想蠻多的 不過我還是照原來的 先從這本書看起 被出賣的台灣其實有三個版本 我有看過 第一個版本是 是鄭南龍先生印的 禁書的時代 第二個版本是這個 前衛出版社 合法出版時代 第三個版本是 就目前這個 台教會我們出版的這個版本 我很巧合 我第一次讀 被出賣的台灣 就是我18歲之後 18歲的時候 我偷偷買到這本禁書 是白色的封面 被出賣的台灣 那麼 我放在家裡讀好幾年 我都不敢跟人家講過這本書 因為那是戒嚴的時代 第二年獎金我就死了 但是我們覺得 讀了這本書 我們才知道 什麼是台灣的歷史 什麼是228的真相 那麼從此就 在心裡 種了一個種子 就是台灣要 脫離這些枷鎖 壓迫的種子 有一天我一定要 為台灣做點事情 可是今天 上禮拜五 我們這個 嚴明偉同學 他像 馬英九先生 丟出這本 被出賣的台灣 這個是完全不同的意義 在二十幾年前 被出賣的台灣這本書裡面 一些 我們很想知道 但是我們 沒有機會知道的真相 那這個 瞭解這個真相 會瞭解我們台灣的命運 給我們力量 但是 嚴明偉同學 他自己花錢買這本書 他還丟給馬英九先生 不知道他讀了沒有 那現在是說 除了馬英九先生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人 沒有讀過這本書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當我們今天已經可以自由取得了 已經 台下會又重印了這個版本了 可是有多少人去關心 二二八前後台灣的歷史命運 就那一個被出賣的時代 其實當初柯喬治 就是Keyer寫這本書的時候 他是用英文寫的 他主要是寫給美國人看 也就是 美國對台灣有責任 其實是美國 跟中國出賣的台灣 主要還是美國 針對美國 中國是 因為美國的出賣台灣 才讓中國在台灣 可以行使這些二二八事件 跟之後這些暴行 這是原來這個書原來的意義 那我們今天重新形式這個 也就是 被出賣的台灣是揭露出賣台灣 它有幾個意義 一個是揭露出賣台灣的事實 跟點出它的責任 那麼今天 言明偉同學呢 丟這本書呢 我覺得一個台灣社會 有多少人還可以重新去關心 台灣的這個命運 跟歷史的真相 除了賺錢之外 我們還care什麼 我們真的關心台灣 還是只關心台灣的市場 我們真心 我們真的愛台灣還是愛新台幣 這是我覺得二十多年來 我最長的不一樣 這本書丟出來的時候 是這本書嗎 我覺得 我很感動 如果是別本書 我還沒有那麼感動 第一個它丟對人 必須要講 台灣有多少政治學博士 有多少資深的政治家 有多少大學的政治學者 法律學者 有多少政治的名嘴 在電視上講了多少話 告訴我們 兩岸關係應該如何 台灣未來應該如何 中國跟台灣 到底是什麼關係 怎麼發展的 可是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 完全相信 也沒有一個人搞得清楚 越到現在 我們越來越不清楚 到底電視看得越多 會越了解 還是越不了解 這就是問題 我記得我小學的時候 應該是幼稚園的時候 我的老師跟我講了一個 預言故事 我馬上講到這件事 就是安徒生童話裡面 國王的新意 這些媒體 這些 負責大物失誤的人 是不是在說 台灣跟中國 未來的發展可能 跟兩岸 這個一國兩制等等 一中各表 其實就像那件 國王的新衣 沒有人告訴你 會不會真的翻走 大家都說 這件新衣很漂亮 非常好看 沒有一個人敢說 這個不好 每一個人都說 中國就是那件新衣 只有延民偉 他丟了這本書 這個什麼是新衣 這是粗 這國王沒有穿衣服 沒有這個東西 反正國王變成沒有衣服 那這個真相 可以點得出來 可是我們以前對於 講出這些真相的 我們都說 他是什麼 在三月學運也好 在1990年三月的 野百合學運也好 對於年輕人 我們都說是什麼 他們年輕不懂事 他們無知 他們天真 可是國王的新衣 這個預言不是告訴我們 只有返回真誠 面對真實 才可以講出真話 所以跟中國這個關係 一國兩制 或跟中國這樣不斷發展的結果 本來就是非常危險 昨天的香港就是一個例子 香港 很可憐 香港 其實我二十幾年前 就跟一些香港的同學有所接觸 香港的同學 在那個時代 我覺得最愛中國的 他們最討厭台獨 但是我昨天晚上 我也是幾乎沒有睡覺 我寫了一篇很長的網誌 我說明天天亮之後 香港人就會了解什麼是台獨了 經過昨天晚上 香港人就知道 為什麼台灣人要主張台獨 就很清楚 就不用再解釋那麼多了 你每次香港人說 我們不是都中國人嗎 你在中國人啊 中國人就是這樣 這個是結果 就很清楚 一國兩制 原來不是鄧小平承諾給香港的東西 原來是承諾給台灣的東西 台灣沒有用 用到香港 那這個沒有實現的 過去 大家以為 之後台灣最後 還可以慢慢走向這個結果 但是香港走在前面 經過十幾年 我們台灣人會選擇這樣嗎 會選擇昨天在香港發生這樣的對待嗎 我現在我們應該沒有的願意 可是沒有人 願意去想像 如果兩岸統一 或是變成一國兩制之後 如果社會變成這樣 解放軍還是沒有開進來 還是在廣東跟香港的邊界啊 就像是一千六百顆飛彈 還是瞄準了台灣 可是飛彈還沒有射進來 可是我們的公安 我們的警察 我們的媒體 就會乖乖的配合 中國的政府做這些事情 讓我們的自由 我們的人權 逐步的流失 慢慢的消失 最後就自己 奴役著 用自己的枷鎖 鎖住自己啊 所以 我說這個 這件事情啊 我覺得 這些學生 其實是我們的良知啊 我們為了家庭 為了未來 為了賺錢 我們用太多東西包裝自己 催眠自己 不願意面對 中國威脅這個真相 我希望說 這本書 這個行為 能夠真正啟發的是這個部分 當然有些人說 丟東西就是不可以啊 這個 這個就是一種政客的詭辯 我覺得這個 本來就不是很重要 丟東西就是不可以 但是看 殺人到底可不可以 在戰場上殺人就是應該的 其實是要看場所 還有東西 丟手榴彈就是不可以 如果在一個和平的地方 但是丟雞蛋怎麼可能 目的是傷害 還是抗疫 這個也是有差別 現在很多媒體 很多這個 這個目前的這些政客 他們所用的方式 都是用一些詭辯的方式 他們都是在模糊 包括 丟東西這件事 他把它模糊生 好像在丟石頭 這樣去討論 明明是一個抗疫 他都是措施制 是像傷害了想殺人 差不多 一樣的 在處理一中各表 跟一國兩制一樣 馬英九先生從來沒有把 他的國家講得清楚 他的一國是什麼 他明明是說 他從來沒有說 他這個一國是指中華文明啊 他還是強調這個一國是國家 他的一中是國家 可是中國人民共和國講的一中 一國兩制的國 當然就是中國 可是馬英九說 我們都是中國人的這個中 他從來沒有說 這只是中華文明而已 馬英九從來沒有說 新加坡台灣跟 中國大陸 我們 一中三表怎麼樣 他如果可以說 我們跟新加坡 一起一中三表 我就相信 這可能不是講 我們一般定義的國家的這個 這個中國鋪 他馬英九已經講得很清楚 這個國其實跟 習近平的 馬英九的中跟習近平的國 其實是同一個東西 可是他在這個地方 他一直保持模糊 他一直不要面對這個東西 但是呢 我們都知道是這個東西 可是我們媒體沒有人要去 說清楚這個東西 讓他可以說不清楚 所以 當然呢 所以說 這個其實 誰在出賣台灣 這個很清楚 這根本不是新聞 這不應該是一個新聞 這其實我們早就知道 可是 如果今天嚴同學沒有丟出這本書 我們很難再重新再面對這個問題 沒有那麼多人願意再面對這個問題 說他賣台的東西都是那些的 我們是不是應該想想 是不是他正在賣台 這件事情 我想問的是 馬英九到底有沒有在賣台 但是馬英九說過太多次他沒有在賣台 但是 從美聯社的訪問 從德國的 這個電台的訪問 這麼多次的東西 為什麼每次大家都懷疑他賣台 為什麼大家沒有懷疑蔣經國賣台 蔣介石也沒有賣台 為什麼 因為他是他個人的東西 他當然不賣 那為什麼大家懷疑馬英九賣台 因為他的權力來自我們 所以他有可能賣掉 不是他本來該有 他只是暫時管理的東西 蔣經國跟蔣介石兩獎是 這我武力得到本來就是我的 我幹嘛罵 我賣了我就沒有 所以人家會懷疑他 不是沒有原因的啊 為什麼只有懷疑他會賣台 而且不是一次兩次 他都說人家 亂解釋 亂報導 亂記錄 誤解他的談話 可是為什麼只有他 一直會被誤解 全世界有那麼多政治領袖 那麼容易被誤解 更正那麼多次嗎 如果不是他 這些言論之後被激烈的抗議 他會不會出來更生 我們有沒有回去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他一再去 觸碰這些台灣人民最敏感的部分 講這些話 他到底是在試探 還是他正在賣台 然後被發現他就說沒有 一個 有起碼政治常識的 起碼知道說 我每次遇到這個 我就踢到鐵板 我不如不要講算了 偷偷做就好 他為什麼一再的講 這個才是最恐怖的地方 馬來九沒有賣台不是對我 他一直在說他不是賣台 在燒紙料都要燒成灰都是台灣的 可是他不是對我們講 為什麼他都是對外國人講 他到底要講給誰聽 這個才是我們要去注意的 所以這個 我覺得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有關馬來九賣台 也許說一百次 他一直更正一百次 他都沒有賣台 可是呢 這個 責任不在媒體醜化他 或我們這些同學學生 對 就是對他有成見 我想美聯社 我是德國的這些大家 還有包括之前的這個 這個DBC好多個 大家都對他那麼有成見嗎 還是說當然 還有可能是 我們選出一個 表達跟思想不清楚的總統 那這個是有生理重大的缺陷 我想應該是要緊急副總統 來處理的 那這個可能他不會承認 因為這已經不能 以達不能事事的地步了 這個我們就馬上解決 只要他承認是生理問題 我們就馬上解決了 我想他絕對不會選擇這個選項 所以今天這個 這個被出賣的台灣 誰在出賣台灣 我們是希望說 包括從香港這些來看 我們是不是回到說 我們台灣的價值都是什麼樣 因為我們以前所受的政治教育 跟我們的媒體的洗腦 我們的這個政治社會化 我們認為 只要我們政治守住了 好像我們暫時可以安於現狀 我們不用太擔心 所以我們剛剛 我們徐會長也講 副會長也講了說 好像可以這個 大多數人是支持維持現狀 但是我們有沒有可能維持現狀 我們有沒有可能再繼續維持這件事情 跟剛剛楊教授講這件事情 是有很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所受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訓練 是政治優先 經濟是臣服於政治的 只要政治呢 我們決定 給他進來不給他進來 我們就有能力阻止 所以只要解放軍不要越過台灣海峽 我們就是獨立自主的 其他我們都還可以調整 可是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 就是這樣 他們以前 現在我不知道 至少20幾年前我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他們政治經濟學是必修科目 他們唸政治經濟學跟我們唸 日本主義的經濟學不一樣 他們是經濟決定政治是基本原則 所以以中國大陸 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政治做法 先對台灣進行經濟的滲透 透過經濟的滲透來取得政治的掌握 這是完全符合他們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程序 是符合的 那我們認為說這個是沒有影響的 可是對中國來講這是正公法 這是正常的做法 這不是說他不得已 他政治沒辦法所以他用經濟 他們的政治學本來就認為經濟可以決定政治 不過是上層的翻譯失無而令 所以ECFA也好 之後的福貿後貿也好 如果可以加強對台灣民間社會的經濟掌控 本來自動政治上就會向中國靠 這個邏輯是他們相信的 所以我們不是籌劃中共 他會不會有這麼惡意 他本來就是相信這個 這教科村上寫的 但是我們這些政客 我們這些商人 有多可能承認 中國的政治精英是受這樣的教育 面對這樣的挑戰 這不是陰謀啊 這是陽謀啊 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來講 共產黨這是陽謀啊 可是我們卻拒絕去了解中國的政治邏輯 活在我們自己的世界裡 所以我們正在失去我們的國家 而且有人正在協助他 要出賣我們的國家 而我們卻不自知 覺得我們可以安移現狀 這是另外一個重大的危機 不好意思 佔用各位的時間 我的這個意見就到這裡 謝謝會長 外面的朋友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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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 副議長還有其他的朋友 走安 應該今天大家醒來應該蠻震撼 或者說可能這朋友昨天也很晚睡 只是因為香港的狀況非常的危急 剛剛副議長也提到了 我們要這邊重複 我們昨天也在這廣場辦了一個晚會 只用了四個小時準備就辦了 後來也有一些團體 就到了在台灣的香港 經貿文化環境處 來去提出抗議 要求香港政府要尊重民意 落實征服選 我曉得現在也沒有結束 因為我剛還在現場回來 當時還沒結束 昨天沒有睡 現在如果腦袋不太清楚 請各位見諒 不過其實我一直希望重新好幾點 那今天應該說被丟的書 是被出賣的台灣 我們自己可以先從被出賣的香港去 反過來去看被出賣的台灣 什麼意思出賣 出賣就是說可能是有一個承諾 可能是明確明示的 可能是暗示的承諾被背棄了 我們就被出賣了 要被出賣的感覺 要被出賣的實質條件的滿足 其實香港被誰出賣 很明顯 這昨天你給大家答案 剛剛會長提到白狼 去年7月2號 他6月30日回來 7月2號善意電視台找我上節目 他說叫我談一下香港去年的七遊行 結果上去之後發現 白狼先生要跟我同台 要討論一國兩制 善意電視台沒有跟我實現告知了 據我的了解應該是白狼先生主動要求上節目 所以他希望上哪個節目 哪個節目就要給他上 那這裡重要是什麼 重要就剛剛提到 他拿著一本和平同一國兩制 那麼當天應該全台灣沒有一個人可以在白狼先生裡面 白狼先生旁邊對他提出了超過七分鐘的質疑 現在還活著 所以自從當天到現在我已經沒有準備活下去了 所以我可以講真的 因為我們最近很多離奇死亡事件 白狼先生跟剛剛提到玉木林先生等等 清黨或很多所謂統派 極統派的團體去拜會習近平 那我的研判當然對他們 在他們面前習近平主席 他當然是會講長面話 一國兩制 我的研判是 習近平根本沒有認為一國兩制是適用在台灣 因為他們現在要去對付台灣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那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那為什麼會講這一點 也是因為要回到香港的部分 香港的部分 我們大家應該很清楚 一國兩制是30年前 剛好30年前 1980年 中英聯合聲明 我們一遍提出來 很明顯 因為要騙 現在我們當然可以說騙 騙香港人同意 騙英國人讓步 高度的一個說法 這一國兩制高度智政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香港人的自主、自覺 特首是香港人 那當然他在這個被香港 他在形式上併吞香港之後 1997年之後 他當然是表面上是遵守這樣的一個協議 因為當時這個特首 董建華 他是最大公約數 所以大家都同意他當這個特首 那我的研判是 當時為什麼他沒有一個很大的動作 是因為中共雖然花了幾十年去滲透 去統戰去收編 但是他沒有辦法足夠的掌握 直到香港在2003年 經過了大概十幾二十年 中國所謂改革開放之後 吸收了香港的經濟上的資源 包括人才 包括投資 包括我們去進去買房子 都香港人在裡面買房子 以前的一個首富 碧桂園的老闆 他曾經當過中國的首富 其實是因為香港人買他的房子 在2003年簽了SIPA之後 終於啟動了我所說的一個所謂實質的併吞 什麼實質的併吞 實質的併吞 實質的併吞就是說 它可以透過經濟的掌控 來影響到各個領域的這個統戰 所以在SIPA之後 這個實質併吞已經開始了 那最近也有一個 因為財務案被起訴 被調查的以前高官 他還提到說 在2005年的時候 其實中國已經強勢的介入香港的事務 包括所有任命的官員 都一定要經過北京的首肯 所以其實在2005年 其實應該在政治上實質的併吞 其實也已經完成了 因為你官員幾乎都只要他去決定 那經濟上的併吞當然是加快 為什麼 因為2003年大家很清楚是SARS 中國找到香港最弱的時候 說爺爺來幫你好不好 當時香港信心崩潰 因為在亞洲軍風暴之後 沒幾年又遇到SARS 所以剛剛要恢復的經濟 又遇到一個非常重大的 沒有預期在內的一些很明顯的笑話 中共看到這個契機 我們回來看台灣 EFPA同樣 EFPA是金融海嘯之後 當台灣經濟出現復生產的時候 馬英九跟中國談出來一個框架 那所以SARS啟動這個經濟實質的併吞 跟政治上實質的併吞 這個時間幾乎是重複的 十年前已經開始 所以我們再回到現在兩年前 為什麼要反國民教育 因為他們經濟併吞 政治併吞 好問題來了 人心沒有歸順 人心沒有歸順 人心沒有認為我是中國人 越來越突然覺得他是香港人 因為他的舊型太離譜了 大家就在反感 慢慢慢慢 香港本土醫師就上來 所以在2003年之後 經濟併吞 經濟併吞 欸 糟糕 怎麼辦 所以他在新的特首 梁建英上台之後 他就非常積極的推動 教育上的洗腦 那大家不要以為這個國民教育 是2012年才退育的 不是 即使在鄭英權這個時代 他已經推出來 即是鄭英權跟他的教育局長 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因為他們不想 他們明知道這個是洗腦的東西 他是一直在拖 這個不是我說的 其實當時反國家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提到這一點 就是梁建英一上台 他非常急迫 他連政權都沒有穩定的狀況底下 就叫推國民教育 這個匪夷所思的 對我來說 因為他在上任教育 一直被質疑 你明明批評唐英年的地方 你根本自己都在放 所以大家都要求他下台 他在這個節骨眼上面去推這個國民教育 這根本就是我覺得是非一所思 那為什麼他要推 我的判斷是因為 他的收編的程度跟幅度 跟寬度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看到我們在反國民教育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有19區這個建制裡面的 19區的家長會的家長 都沒有人出來反對 家長會的會長也沒有人出來反對 當你的兒女或你朋友的兒女 未來要面對 對著國旗要哭泣 這種洗腦教育的時候 竟然沒有人要出來反對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剛好在台灣 有反旺中反媒體輪斷 我回來就非常積極投入 因為我知道 中共它其實已經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在香港 現在我們台灣 繼續重複香港過去的路 我自己一直不想講 因為好像我在消費台灣 在消費香港 但是我越從這個角度想 我越發現類似的程度 真的越來越明顯 所以我才把裡面的這些 結構跟邏輯 慢慢把它去理清 那所以在這個關鍵點 我們香港在十多年前 媒體就已經被壟斷了 它不是一個老闆壟斷 它是言論壟斷 什麼言論壟斷 不管你是哪一個老闆講的 都一樣嘛 都是共產黨想聽的嘛 這也就是言論壟斷 我們台灣更離譜了 它不是言論壟斷 它直接要媒體壟斷 就是同一個老闆要擁有 誇媒體的 同一個媒體要超過幾乎超過一半的 戰友率的這種狀況 就當時 我們一些年輕人 這個能力煩 陳偉廳 就看到這個 就很大問題 但是台灣朋友沒有發現 要做生意嘛 一船沒好賺啊 併購有什麼問題 他就用這些經濟的考量來蒙騙大家 蒙騙大家覺得 剛剛中時很容易就買了 我們有沒有反對 到時候中天買了 有沒有人反對 後來到中家 這個四龍台要買 才有人反對 而且是這些年輕人去反對 一般老百姓 一般大眾 甚至 這個我們所謂的知識分子 完全沒有警覺 當然包括我自己 但是 我當然是因為香港的契機 我也醒來了 我醒來之後 就非常積極的參與 大概是想看看 如果蘋果當年是被買的 我們還會有反服貿嗎 我們反服貿力度要那麼大嗎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當習近平最近說 統一是歷史的必然的時候 我就再領述回他一句話 我們會創造 許許多多的歷史的偶然 來祭拜你的歷史的必然 如果大家看到法明壟斷要 反服貿力度也好 大家應該很清楚 很多其實都是歷史的偶然 非常多非常多 這個不能細數 但是我的看法是 只要你要抗爭 只要你願意反對 只要你認為不妥 你願意站出來 你有可能改變歷史 所以我之前就在香港 也跟他們講 不要敗給失敗主義 不要敗給失敗主義 就是你不要不打了 之前就認輸嘛 當然我不知道他們有多大 我其實沒有講很多 所以回到香港 為什麼現在中共 那麼強大的壓力去推動反戰中 因為它很有把握了 因為統戰做得差不多了 它才會有 你想看看為什麼它那麼有把握 就是因為它都已經全部都收買了 所以它只好用高壓的政策 因為現在香港的本土派跟本土疑心 越來越膨脹 它一定要用非常強硬的態度 壓制本土派的成長 不然其實像台灣一樣 現在它的時候很難處理台灣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本土疑心 是非常非常高 剛剛提到的DVP的那個調查 其實在其他學術機構調查當中 那個比例更高 只是DVP可能是因為政府給的 所以它有一些方法就去 也許去操弄 這我不確定 現在台灣的問題是 我們如果在面對中國的影響的時候 我們還一廂情願地認為 我們可以保留所謂的這個 維持現狀 這個聽大家笑話 沒有維持現狀 中共每天都在改變現狀 我們以前都是用民間機構去兩岸的溝通 現在已經是這個政治的官方單位在溝通 這是維持現狀嗎 請問 未來我們可能要忽設辦事處了 未來我們有一個這個 接受禁貢的地方在台灣 你認為這是維持現狀嗎 我們每天都被改變現狀的同時 政府一直要灌輸我們 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那我告訴大家 我們沒有一個任何的部分 實在維持現狀 我的幹嘛很簡單 對中共的態度 跟對目前中國國民黨的態度 都是一樣的 要比絕對的不信任更不信任 否則我們的政經判斷 都會有可能是錯誤的 這個我不細講 但是我只能告訴你 只要你抱有這個態度 你幾乎你的正經判斷就是對的 包括漲金中30秒 那 所以我的看法是 香港當然很明顯是被中國出賣 因為一國人之間當然無存 這已經是肯定的 但是香港另外一個被出賣的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就是被英國出賣 英國在這個北京中央這個常委 人代常委提出說 人代常委提出說 要用假普選之後 五天之後他才回應 四到五天之後他才回應 說歡迎中共在香港推動普選 他沒有提真普選還是假普選 他講普選 那他沒有錯啊他沒有錯 因為他會承諾你每個人都有一票啊 你都可以投耶 不像現在耶 只有一千兩百人可以投耶 但是英國明顯出賣了香港 因為做一個民主國家 他當然很清楚 這個普選是由國際標準來定義 而且香港是聯合國兩個人權國 人權公約的那個簽署的地方 所以他是應該要受到人權公約的保障 所以政治權利跟公民權利 應該是要被聯合國監督的 他的政治的發展當然是一定要符合 這個聯合國人權標準 那現在只是中國在託 所以香港是被中共出賣 被當時兩個簽約國 中共跟英國出賣 因為他們兩個談好 香港一句聲音都沒辦法反應 我當時年紀非常輕 1984年年紀非常輕 根本沒有辦法 我當時沒有像王之鋒一樣 那麼的才華 那回來很快總結 被出賣台灣 估計欲出 被誰出賣 當然是被現在 原來要反對共產黨的 國民黨出賣 這個當然是第一個很重要 但是我們有沒有期待要出賣台灣 常常有人提到說 如果一個號稱所謂愛台灣的人 當他如果有出賣台灣的時候 他對台灣史的傷痕 的落意是最深刻的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對在野黨 有非常強烈的批判 因為我們看到 實際上 以服貌為例 他們根本沒有 本來沒有要去打 他們陷入了一個迷思 認為說 一定要跟中共交往 這位要有服貌 所以我們除掉審查就可以了 但是很明顯 這個服貌是在EPFA框架底下 EPFA正正跟GIPPA是一樣 而且EPFA裡面有很多的 這個項目是連香港都不敢開放的 像那個檢測業或監測業 就是環保的污染或其他 這個大家可以回去看 這個我不再講 這個連香港都不敢開放的 甚至未來的食品安全的 實案的檢查也有可能會開放 開放給中資 這個我不用說 那個嚴重程度 有多嚴重 所以 但是明朗 他原來是要配合 那當然後來因為三二三打頭 因為三二三 跟蘇主席 前主席跟 展現場年輕人 被這個水泡 碰醒 醒來之後隔天 他們大轉彎 退回服貌 這退回服貌 本來就是學生的要求 如果你一旦開始審服貌的時候 怎麼可能 學生可以留在立法院 反服貌行動 絕對會失敗 然後當然也是因為歷史的偶然 我們剛剛講 我們 被國民黨出外 就不用講 因為國民黨在2005年 年戰先商 已經代表中國國民黨 講得很清楚 整個策略就是聯共制度 所以我們從2005年開始 他們要謀取 2008年重新執政之後 他們就要進行這樣的步驟 這大概很清楚 另外大家可能會忽略的 很少人會提到 到底台灣會被誰出賣 當然是被美國出賣 因為美國 他所奉行的 折現實主義的考量 誰對他的利益保障最好 誰願意配合合視 誰願意配合 不要胡搞下搞 說什麼要改變兩萬的 什麼可能國號 很有可能引起很多的衝擊的話 他就會介入影響 雖然明顯 大家前陣子應該知道 我們美國也出生了 他說 他竟然可以說 我們在2016 一定會干預 本來有些朋友他說 台灣是美國的戰地 這個說法 我從來就是懷疑 或是後來是要有 欸其實 是不是真的呢 當然 我們目前的看法 還是不是真的 因為 這跟其他領地的 統治的方式 絕對是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 現在台灣 應該陸入人類歷史上 一個最詭訣的一個狀況底下 就讓我們去創造歷史 那這邊今天可能講的多了一點 但是我是希望總結了我過去 一些的反省 從今天已經確定 一國兩制 已經破滅了 到底台灣要怎麼走 那 我們明偉等一下會 他會講 然後我剛剛也給他一件T-shirt 叫做什麼 我 什麼 我絕不 絕不做賣倒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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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出賣了台灣 為什麼明偉 黃之鋒他站出來 反國民教育 他是一時衝動的嗎 沒有 我跟他談過兩個小時 他思維的清晰 我覺得 很多釀蘭博士的都沒有他清晰 他對於自己寄生的定位 他反對英雄主義 他不認為他自己是英雄 但他願意扛此 扛起 跟其他同學一起扛起香港的命運 但我不知道未來明偉 是不是所謂另外的黃之鋒 我覺得世界沒有同一個人 所以未來的爺明偉 也只會是爺明偉 我們要不要造神 我們不要對這些年限期待 超越他能承受的 我們要一步一步培養 像明偉的這些年限 我見到很多話 他其實其中是一個 剛好念念在北社 剛好有樹要賣 剛好馬英九要藍 也可能是歷史的偶然 然後 請現在來 召喚給你 我們今天討論 誰出賣了台灣 就是誰正在出賣台灣 這個嚴肅的議題 我們當然思考不及 不只是現在 作為台灣總統的馬英九先生 其實我們的執政黨 我們的薩野黨 甚至我們社會裡面 跨海峽兩岸的正常集團 他們整整的 是一步一步的在出賣台灣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台灣的人民要有這個警覺性 尤其在對社中的事務裡面 要以最高的標準 以最細的 以最大尺度的放大鏡 來看這個事情 那最重要的原則就是 對中國共產黨 不要存任何的幻想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 如果說我們要保有台灣 經過超過半個世紀的努力 才能夠勉強的建立起 我們起碼具有的民主政治 自由與人權 我們要能夠 如果能夠要繼續的珍惜 過去我們的前輩們 流血流害甚至犧牲生命 所獲得下來的 一點點普世的人權價值 我們正在現在的台灣 是不是也應該要 付出我們應該要有的關懷 以及我們的努力 跟汗水跟血汗 在這裡 我想我們記者會到這裡 那不曉得各位 我們進來 開箱 不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